主料,冻豆腐300克,西兰花200克,胡萝卜100克,辅料,油,盐,香油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被豆腐切成小块,转入保鲜盒,放入冰箱冷冻室冷冻一天以上,用时提前半天取出化冻后,把水分挤干,西兰花掰成小朵,用盐水浸泡,彻底洗净, 烧一锅开水,放入西兰花焯一分钟,捞住过凉水,可使西兰花颜色鲜艳,口感脆嫩,胡萝卜洗净切片,锅热倒油,先下胡萝卜炒一会,再倒入冻豆腐翻炒,多炒一会,因为冻豆腐内部温度很低,不易熟,锅中倒潮食水,煮一下豆腐,最后倒入西兰花,焯熟即可,出锅前撒盐,边际低香油, 烹饭技巧,这个就是基本花冻的冻豆腐了,还稍有点硬,不过已经很容易操作了,刚从冷冻室取出的冻豆腐颜色发黄,等花冻后就恢复白色了,用的时候要挤去水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